大家好,今天是11月11号 这期节目是昨天RFV三权合一节目的一个家常版 就是谈马云、蚂蚁金服 正面硬钢王岐山 结果输得一派独替 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明了这背后的什么问题 那么开始我先把我那期节目的完整视频给播放出来 然后我再说两个问题 就是说马云是在那个上海金融峰会上 之前就知道王岐山或者是中共的这个金融部门 要让他退市 再去正面硬钢王岐山的呢 还是说一时一起风发得意忘形 在上面惹了王岐山 然后再被退市了 好,我们先看视频 约谈马云新华社文章的题目是 话不可随口 事不可随心 人不可随意 我觉得就这就不是暗示 而是明示了 为什么是明示呢 背后是有深意的 10月24号 马云在金融峰会上硬顶王岐山 他说现在中国金融面临的不是系统性风险 而是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 还说习主席说的执政能力提升 是指监管有序下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而不是监管了没发展 他实际上是在指金融风险不健康 监管更不健康 他说的大体上其实是没错的 我们说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般是指一个整体存在的风险 及其可能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 也是指特定事件的发生 对金融体系造成的巨大的宏观的冲击 也包括特定风险在不同部门区域之间的传递扩散和扩大 在08年金融危机过后 有学者做了一个对中国几十家金融机构的一个五年风险评估 认为中国银行业的金融系统风险最大 证券期货信托这些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 对中国整体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贡献是最小的 那么那些财务杠杆率很高 也就是负债比较多 规模小盈利好的金融机构的系统风险 这个贡献率也很高 在金融系统之外 风险最大的是企业债和地方政府债 他们与GDP的比值均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当然如果把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央政府债务合并 作为总的政府债务 那也超过世界同等规模国家大概百分之五六十的平均水平 可以认为这就是中国整体的系统性的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 那么金融企业不同于普通的企业 而马云的蚂蚁集团也不同于普通的民营金融企业 他以支付宝为依托 属于一个半国有性质的垄断金融企业 所以他本身的系统性风险可能是较小的 因为他的运营成本极低 融资成本极低 就像淘宝店对实体店的冲击 那么蚂蚁集团无论对传统银行业 还是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 无论对国有还是私有的金融企业 都带有一点不公平竞争的味道 所以马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很轻松的 也是很自信的 而且他可能也说对了 他说的监管系统其实就是政府 以及至上的政治体制 因为中国这种并不依托于 经济的自由市场和政治的自由市场的 这样一个监管 它一定是低效的僵化的 它的目标一定不是从各个企业自身的视角出发 那么肯定是充斥着资源的错误配置 比如说越有钱的国企 银行就越愿意带给它 越需要钱的小微企业就越贷不到款 那么这也造成了一定的逆向淘汰 而蚂蚁集团在它发言之后6天就遭遇到了香港 上海双双下市的这样一个事件 也从侧面证明了马云是说对了 这个监管系统不健康 监管了就没有发展 至少它的企业上不了市 本来蚂蚁集团IPO达到了344亿美元 是世界第一大IPO 一上市就会诞生几百个千万富翁 现在都因为它的一席化 一席可能是头脑一热的急性发言 现在都发展不了了 所以它也会明白 中国就算不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也存在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就是那种你说错一句话 就让你没发展的风险 所以国进民退 严格来说 中共的既定国策并不是国进民退 中共追求的是国家绝对控制下的 有限开放的市场经济 所有的经济命脉 有垄断利润的企业和行业都会被国有化 而马云他实际上是一个办官商 或者说公司合营性质的 这样一个垄断企业 如果没有官方裙带的暗中鼎力支持 他连金融牌照都拿不到 所以他现在的财富 在中国是数一数二 他有时候可能觉得 自己已经超过了黎嘉诚或者马斯克 他有这样一种错觉 当然他还是有一些开明的思想 他也直接间接的支持过任志强 所以他可能觉得 自己可以插手中国的政治体制了 但是用共产党早期对民国时期 民族企业家的定义 民族资本家有天然的软弱性 像马云王健林这样的企业家 或者说是权贵资本家 他也有天然的软弱性 或者天然的软肋 他们本人这些企业家本人可能是有一定的才能 但是能让他们真正腾飞的是这个体制 是官方的暗中支持 就像给他们身上插了一根管子 输营养液 让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 但是他们要回过头来切断这个管子 或者改变这个体制 就是不可能的 前阵子王思聪接受一个英文媒体采访 是明确说 我如果想离开体制 我爸会杀了我 那么如果马云王健林这类人高喊改革 甚至全社会也会认为 他们只是为了固化自己已经得到的 一个不当的超额利益 才会要政治改革 所以反而不太会支持 反而会支持国家对这类人 这类私人企业进行一个控制 甚至连任志强这种比较清廉的 他的政治改革的意愿 非常清晰而强烈的资本家 也没有能够激起老百姓的普遍公民 所以现在马云他可以闷身发大财 也许他在半年以后可以重新到美国上市 其实对他来说也只有闷身才能发大财 这本来就是中国这种单边的 经济改革开放的最初的设计 也是像马云这种明星企业家 想要推动政治改革的一个天然困境 那马云在这个峰会上说的这番话 内容是没有错的 但是效果是一点都没有的 但可以收获一个教训 王岐山坚决斩掉马云 停止蚂蚁集团上市 不惜伤害中国金融改革的信誉 也是为了立威 或者说是维持规矩 所以新华社的这个文章标题 说的这么直白 就是在提醒这些人 你们清醒一点 要知道你现在的财富和地位 是谁给的 所以我说新华社这篇文章的深意 就在于此 其实从马云这件事一开始 网上就有一种说法 就是在金融峰会上 马云已经知道 马上要让他退市了 所以他其实不是得意忘心 而是绝望的呐喊 究竟是不是外人很难得知 但是我看他在台上说话之连贯 更像一种意气风发 或者是他知道中共的上层 有两派 一派支持他们 一派是反对他这种金融工具上市了 那么他知道这个意见还在 就是对峙当中 所以他在台上做最后一番努力 但这个时候他应该比较清楚 他这个蚂蚁集团是可以上市的 为什么呢 就像我们采访那个唐先生 他说的 在金融峰会后三天 蚂蚁集团打了新股 很多股民都已经中了 在香港也打了新股 那么最后呢 又过了三天 央行一道通知 约谈蚂蚁政府 约谈阿里巴巴 然后他表示完全臣服 最后再退股 这个举动呢 就按照唐先生说法 就是说比较伤害 中共的这个金融的信誉 最近呢 疫情影响 实体经济不好 中国向外国开放资本市场 那这个时候你搞这么一出 岂不是就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所以如果说不是一个突发情况 他完全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狼狈 先发了新股 然后又硬退钱 这个事是很罕见的 他也不至于连续约谈好几次 央视新华社还专门发了个文章 好像是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就是那个文章标题 如果说他早就没有 不让他上市了 那么马云按照他的智商 情商来说 经验来说 他没有必要这样硬刚 闹出一个风波 所以我认为 大概率90%以上 我认为就是他一时的兴起 或者是当时非常的笃定 非常确信马上上市 然后对王岐山这一派的看法 当然不只是王岐山一个了 就非常的不屑一顾吧 那还有人 好像有人说是习近平什么的 这个我不做评价了 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 这个世界上除了那几个人之外 接近高层 其实没有人会知道 那这么果断的风格呢 有点像习近平的风格 但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王岐山 直接就可以决定 毕竟他也是副主席 他这个路线呢 我看王岐山和习近平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两个人可能大方向相同 只是有一些小小的具体事情 小小差异吧 包括前几天在视察 抗美援朝那个纪念馆 网上有些视频和照片 王岐山都是在左顾右盼 非常不配合前面那七个常委 这个呢 其实外界可能也存在一种过度解读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说中共高层 不太愿意让蚂蚁金服 这样的企业做大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们简单来说 具体的呢 就是说构成了一种网上银行的 对实体银行的一种超额 准备金的转移和挤兑 也就是说阿里巴巴 蚂蚁金服支付宝 里面有贷款功能 有花呗 然后呢 他可以用支付宝的钱还 那么 现在就是 现在人可以把银行里的钱 转到支付宝 这就跟 这就脱离了原来的那种实体的银行系统 据说支付宝的准备金需要百分之百 那么 然后呢 反正根据这一系列银行的规定 银行系统需要把 就商业银行系统需要把什么超额的准备金 给转到央行 那么这就造成了 一定的货币的体外循环 甚至造成了货币的就是超发 造成现代银行的挤兑 这是网络银行 就是以支付宝或者微信这种网络银行 因为微信里面也有个零钱 钱包功能 它在里面可以实现银行的功能 就是这种网络银行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冲击 然后有人说呢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 其实不是为了说 主要还不是为了说人民币国际化 因为人民币国不国际化 这个数字货币用起来其实更不方便 它还不如用就银联系统 是吧 Swift或者是现金 总之就是数字化这个东西 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跟支付宝和微信来抢夺电子支付 就是说反正都是搞这种支付系统 数字货币还更方便 我们也以前没有说过数字货币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呢 说实话就是比较专业 不是说我理解不了 而是说有很多专业的媒体已经解读过了 我不想硬解读出一些好像说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些巨大的漏洞 好像造成了多么大的后果 这个不太可能 只是我唯一想到的就是这种脱离互联网的 它线下也可以手机碰一碰就把钱转了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两台手机 那么一台手机掉了 那你这个钱如果一直不上传网络 或者这两个手机都掉了 那么这个钱怎么算 它有一个安全性隐患 但是大的方面 它应该还是把所有漏洞都堵住了 那么央行搞数字货币呢 也是为了抑制第三方的这种电子系统啊 电子支付对银行超出的这种挤兑 另外啊 现在在海外 大家可能不知道 银联 中国的银联系统 它把联合所有银行搞了个银联 它正在大力推广银联 现在这样马里兰一些超市啊 甚至你 比如说买几十块钱 你可以省五美元 用银联卡 你可以有一定打折 还在更多的网站上啊 银联在最近在疯狂推广 它就是说把所有的银行卡 中国的银行卡集合起来 就是不用Visa和Master这两个系统啊 用中国的银联在推这个东西 也避免了你到超市啊 刷卡的时候 你需要掏出各种各样的中国的储蓄卡 它用一个银联那个APP软件就可以全部囊括在内 它这个呢 也是在推进 它这个确实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但同时也是在取代微信支付宝 这个这种电子支付的市场 现在在美国的像马里兰这边 有一些超市啊 美东大城市超市都可以用支付宝 还可以也有打折 但是它的力度没有银联大啊 看来银联还是财大气粗 所以呢 这个所以这几天 包括京东阿里巴巴 虽然双十一嘛 这个销售额达到了 淘宝达到了4700多亿啊 比去年增加了1200多亿啊 还是4100多亿 还增加了1000多亿啊 近2000亿 但是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的股票都在直线下降 这就说明呢 呃 从一些外部的整种迹象看来 呃 中国是要开始用银行的电子支付系统加数字货币呢 是要把这两个给挤出去啊 不能让这两个企业的这种银行系统 占据一个主流啊 这就是目前啊 马云 蚂蚁金服啊 还有微信支付中国数字货币的这个整体的大概情况 那么大家对这个呃电子支付系统啊 中国银行系统还有什么看法 可以到我的电报群讨论 特别是一些金融业的转业人士可以进去讨论 我的电报群链接在节目下方 然后呢 本周五我们还是会在晚上进行一个群友的辩论讨论会的直播 在我的个人频道审视多事直播 欢迎大家在群里去获知参与方式 可以到时候把大家加到zoom里面啊 大家就可以直接用音频来讨论问题 然后在我的个人频道审视多事上直播出去 同时也回答网友提问 好 我的个人频道链接也在节目下方 电报群链接也在节目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